现在马德里是建立了一个方舱医院 有很多轻症的患者在急诊确诊之后 会直接转到这个方舱医院进行治疗 还有从医院出院的病人 如果他们没有条件在家完成康复的这些工作的话 比如说家里有老人 有小孩或者有病人的 会转到一些有医疗设施的酒店完成治疗 这两个措施使我们现在入院和出院的病人数 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诊量已经趋于一个正常化的趋势 就诊量已经在一个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现在物资紧缺的状态也在逐步的缓解 我在这边看到了大量国产的物资 中国的口罩 中国的防护服 甚至中国的呼吸机 虽然现在就诊量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量却比以前大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部分重症患者从重症监护里出来了 他们的病情通常都非常复杂 而且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但是我们已经对这种情况有了准备 我们正在期盼着大量的重症患者早日从ICU里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